所以到了周末 拼選戰絲毫都是不能鬆懈的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今天就再次的拜訪基隆 替自家候選人林宥昌 成立競選總部造勢 牽著基隆市長候選人林宥昌的手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一個禮拜第二次到訪基隆 鞏固自家票員絕不鬆懈 把象徵帶黨出征的旗幟 交到林宥昌手中 要林宥昌母雞帶小雞 讓基隆藍天變綠地 這次來的基隆 我覺得很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的基隆 整個都動起來了 因為我們自己都有一個感覺 覺得基隆這次一定要改變 你看國民黨政黨內党 到什麼行 整個社會母和鳳凰英 我們全部都可以職位 對手陣營內訌 小雞主席不多做評論 只強調民進黨還要再團結 這些司法案件跟國民黨內部的提名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關聯 這個恐怕要由國民黨自己來釋疑 那外界上是有一些質疑的地方 我們還是一不一腳印 我們還是穩扎穩打 黃錦泰激壓獲准是否讓分裂的國民黨 有整合的機會 民進黨提出質疑 司法背後可能的政治動作 另一方面則是站穩腳步拼台灣頭變天 約年tv 陳明院澎環新 基隆報道 中文字幕——YK